全国最大反对党巫统的党代表大会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 但是这个反对党从变天至今似乎都还不认命 不想当反对党 到处去寻找门路要重新来执政 或许这么形容吧 过去一甲子享尽了荣华富贵的巫统 就像是个长期被宠冠 只懂得挥霍的富家子弟 509之后突然他们的财富耗尽了 没有自己的立足能力 只剩下饥饿焦虑和恐惧 而在饥寒交迫之中 最直接最简单的求生方式就是 去向身旁的亲朋器友来求救 看看谁愿意好心拉一把 而这就是过去三个月 巫统在他们新任主席阿末扎西领导之下的最佳写照 六月份的改选 阿末扎西他并没有带领巫统走出新路 巫统还是老样子 种族宗教路线不变 极端口号依旧 阿末扎西是完全没有表现出要改革巫统的意愿 更没有发表过什么带领巫统做好反对党监督角色的言论 甚至他就连摆个姿态做个样子也都省下来了 不思改革 阿末扎西过去四个月 他费尽心思在思考的 就是如何带领巫统走捷径走后门 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重返布城 重新夺权做政府 509变天之后的几场补选 那巫医合作 原本是培养出了感情 那9月7号的时候 阿末扎西他就预告 巫医将会结为政治伙伴 那到时候呢 就可以联手重夺布城了 就在很多人都以为 巫医已经进入了蜜月期时 怎么知道转个头 阿末扎西他又和西蒙没来眼去了 9月27号 阿末扎西说 巫统愿意与西蒙任何政党来合作 以组织联合政府 让巫统可以当回执政党 阿末扎西甚至还自曝说 因为巫统不想要当反对党 基于政治考量 509大选之后 他其实和首相马哈迪 已经见过两次面了 而阿末扎西宣布巫统要 弃战波德山补选 政坛也诠释 这是他避开补选 是在麦安华一个人情啊 以便日后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透过和这位未来首相 建立的关系 走后门做回政府 那这就是扎西带领之下的巫统 他们渴望全力的饥渴程度 已经近乎是饥不择食了 不惜是用尽一切投机的方式 只要巫统可以回来当政府 那么谁都可以合作呀 变天之后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两次主动拜会 首相马哈迪 那关起门来谈了什么 没人知道 但是很清楚知道的是 敦马多次重复 巫统休想加入西蒙做政府 西蒙不会收留巫统 甚至现在人在美国纽约的敦马 几天前接受访问时 也直接预告 巫统将会灭亡 不会有未来 那巫统有没有未来 命运就掌握在领导人的手上 尽管巫统老大阿末扎西 在早前承认 他正在找着后门 试图要与其他的政党结盟 让巫统可以重新掌权 但是巫统老阿末哈莫哈山 昨天晚上为巫统三大碧榜大会 主持开幕时 他抢先打脸老大说 巫统不能够再走捷径了 巫统必须走一条困难的 改革重生之路 不然真的无法翻身了 不能再想怎么走后门 重返不成 巫统必须暂时放下 对权力的渴望 走向改革之路成为进步 并且为全民斗争的政党 那老二正的呼吁 老大听见了吗 那在待会的晚上九点钟 就是阿末扎西在巫统 全国党代表面前 发表主席政策演说的时候了 然而在509经历了 创党以来的大浩劫之后 就向改革派代表 前巫星团长凯里 两天前接受访问时说的 巫统现在 是群龙无首呀 大家只知道阿末扎西 他现在是到处去跟人家搞 密室交易 但是却没有人知道 阿末扎西到底要带巫统 往哪个方向走 阿末扎西待会儿在他的第一场的 主席政策演说 会为巫统描绘出 未来的大方向吗 那会是继续联手一党 走向右倾的种族宗教路线吗 还是继续会给党代表 来制造假希望 让他们相信走后门依附在某个西盟政党底下 就能够重新当政府呢 还是他们愿意痛定刺痛 带领巫统专注改革议程 血利自己的定位 成为有公信力的在野党 并且在未来挑战西盟呢 那阿末扎西 他的投机态度 或许正是在于 他根本不知道 巫统509之后 应该走的方向和定位 巫统这艘在大马政治海洋当中航行了一甲子的 政治铁达尼号 有人说他还没有沉沦 也不会这么容易沉沦 只是现在他已经迷失方向了 如果掌舵的船长阿末扎西 在待会儿的主席政策演说 还找不出正确的方向 那么恐怕这艘继续迷途的政治铁达尼号 迟早只会撞上冰山沉没在大马的政治汪洋之中了